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在耶路撒冷主持了使馆启用仪式 70年前的今天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刻 戴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 就在11分钟之后 美国总统杜罗门就让美国成为了第一个成任 重生的以色列国的国家 今天我们就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启用这座美国大使馆 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美国长期的政策 将大使馆从很多国家仍设立大使馆的特拉韦夫遣除 川普通过录制视频向开馆仪式致辞 以色列是个主权国家 有权像其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 自己选择建都地点 但是多年来我们却没有承认 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这个现实 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自己的首都 而巴勒斯坦人认为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讲话中提到了在加沙爆发的冲突 我们今天在这里受到了由我们的总裁谋长加迪·艾金科特率领的英勇的以色列军队保护 就在我们今天讲话时 我们勇敢的士兵 我们勇敢的士兵兄弟 在保护以色列的边界 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问题 很久以来都被看成是需要在以巴和平协议中最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